曹雪芹的生平资料非常之少 但是通过前边的梳理 还是有可能大体上给他填一个表 第一项姓明 姓曹明瞻 自秦谱或自孟软 好雪芹 好秦熙居士 正名人 实验斋 爱心觉罗敦明 爱心觉罗敦成 张一全 第二项生年 康熙五十四年 是根据足年推算出来 第三项足年 乾隆二十七年 人武除夕 正名人 直验斋 另外的两说 没有证据 都是推测 关于生年 还要不说几句 曹雪芹出生在康熙五十四年 是根据足年 根据他的存年 推算出来的 还有一条资料 可以作为佐证 这就是他们曹家 在这一年 应该生了一个孩子 是曹雍的一父子 曹雍的一双马氏 从辈分上呢 正好 又是曹银的孙子 说到曹银的孙子 我们要先说说曹银的儿子 曹银和曹全 兄弟俩 一共生了六个儿子 这六个儿子当中呢 有一个 曹银是曹银的儿子 剩下的五个都是曹全的儿子 当然因为曹银的子嗣少 所以他的弟弟 就把自己的儿子 一个一个的过继给曹银 总共有四个过继给曹银了 这又有什么证据呢 就是康熙二十九年 曹银和曹全 给这些子侄们 做了一起捐纳 这个捐纳呢 就是给他们 不管年龄大小 都给他花钱买一个猪身 那个时候呢 是允许的 你花钱捐吧 捐什么呢 捐贱生 捐贱生 他们家就捐了一堆 这其中 曹顺捐贱生 就在曹银的名下 曹延 当然也在曹银的名下 都算做曹银的儿子 但是曹雍 那就在曹全的名下 曹雍显然那个时候 还没有过继给曹银 曹雍不是曹银的儿子 而是曹全的儿子 后来 在康熙四十八年前后 过继给曹银 曹银在康熙五十一年去世 这个曹雍就接任了曹银的 江宁制造府的制造官 这个差事 当然后来 曹雍在康熙五十四年 年初就去世了 那么接任他的呢 就是曹府 曹府不是作为曹全的儿子 接任的这个江宁制造 他必须过继过来 过继给长房 过继给曹银 他作为曹银的儿子 来接替他的哥哥曹雍 来做江宁制造官 其实曹府和曹雍是亲哥俩 都是曹全的儿子 都过继给先后 过继给曹银了 曹全的五个儿子 曾经有四个都过继给他的哥哥曹银 当然后来呢 又陆续有归宗的情况 为什么要过继 为什么又要归宗 咱们就要说一说 宗法社会 兄弟之间看谁的子嗣少 那子嗣多的 就把自己的孩子 过继一个或者几个 给子嗣少的这一支 要顶着这一支 过去这个情况非常之多 那过继过去的孩子 就只能称呼 这个名义上的父亲 为父亲 而称呼自己亲生的父亲 或者是伯父或者叔父 看他们两个谁年长 那么在归宗以后 那再改口 这一定要改回来 这个规定的非常之严格 所以 曹顺 从小跟着曹寅 过继给曹寅 他就口称曹寅为父亲 他有一个奏折 显然 写奏折的时候 已经归宗了 因为在奏折里 称曹寅 为我伯父曹寅 那这个曹顺 是从小 就被他的生生父亲 曹全 过继给伯父曹寅了 那也就是说 跟曹寅的这些年 一直是称曹寅为父亲 只有归宗以后才能改称呼 这个规定是非常之严格 宗法社会就是这个情况啊 我们普通人家都是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家 我的祖父辈大排行 是兄弟九个 那我的父亲呢 是九爷爷所生 出生以后就过继给七爷爷 后来七爷爷去世了以后呢 他就跟着五爷爷生活 但是这一辈子是不能改口的 他只能称他去世了的 这个七爷爷为父亲 他称抚养他的伯父 是吧 为五伯父 和五大爷 那称他自己的生身父亲呢 这一辈子都是称九叔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奇怪 哎 怎么我爷爷他喊叔叔呢 这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宗法社会的这种规矩 就是这样规定的 过继了 就不能再称自己的生身父亲 为父亲了 曹雍曹府都是这个情况 曹雍在康熙48年前后 过继给曹银 那成为曹银的儿子 在这之前 他就不是曹银的儿子 康熙29年捐纳的时候 他的名字是在曹全的这个下边 他是曹全的儿子啊 他捐纳健身的时候 他是曹全的儿子 但是后来过继给曹银了 他就只能称曹全为叔叔 而称曹银为父亲了 那过继过之后呢 他就在康熙51年 接替曹银 曹银去世了嘛 为江宁制造府的制造官 然后一直做到 康熙54年年初 他又去世了 他的弟弟曹府 过继给涨房 虽然涨房已经不在了 曹银已经去世了 那名义上 还是曹银的儿子了 那接替他哥哥曹雍 做江宁制造府的制造官 一直做到雍正五年 搁职朝家 那过继过来之后 同样曹雍曹府也不能 再称曹全是父亲了 虽然这两家 这关系非常之好 你看 曹全的五个儿子 四个都曾经过继给曹银 但是毕竟还是两只 这个名义上 是谁的就是谁的 过继过来就跟着过继的父亲 曹全还有一个儿子曹琪呢 这曹琪也曾经过继给曹寅做儿子 那么曹琪为什么没有可能是曹雪芹的生身父亲呢 咱们把这个关系理一理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曹寅和曹全一共六个儿子 这六个儿子当中有三个人 一曹延 二曹顺 三曹迪 这三个人都是死在康熙五十年以前 这三个人没有可能是曹一芹的父亲 没有可能在康熙五十四年再生孩子 那剩下的还有三个 这三个 一个是曹琪 一个是曹雍 一个是曹府 按说这三个人都有可能啊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 先说这个曹琪 曹琪的确曾经过继给曹银 那么曹银的儿子还有谁呢 曹雍曹府啊 这两位也都先后过继给曹银了 这三个儿子都过继给曹银了 那曹银 曹全怎么办呢 对不对 曹全这只 得有人顶着才行啊 这三个人当中就要回去一个 谁回去啊 曹琪就回去了 所以曹琪过继给曹银之后不久又归宗了 就是主要是这个原因 曹银 名下两个儿子曹雍曹府 一直没有再归过宗 他们两个只能称 他的生生父亲曹全为叔叔 就是这样规定的 那也的确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曹雍曹府归宗的记录 当然曹雍在康熙五十四年纪已经去世了吧 那他没有可能再归宗了 曹府呢 也只能顶着这一只了 你看 那也就是说曹云曹银和曹全兄弟俩 虽然总共有过六个儿子 但最后就剩下了两个 一个曹府顶着曹银这一只 一个曹琪 顶着曹全这一只 可惜 这位曹琪 也没有活很大的年纪 在雍正年间也去世了 活到乾隆年间 活了大岁数的只有一个曹府 所以 曹雪芹不可能是曹琪的儿子 只有可能是曹雍 或者曹府的儿子 诶 这有没有可能是曹府的儿子呢 我们就算算时间 我们前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曹府的儿子 那就不可能出生在康熙五十四年 诶 那就只能按照敦成那个诗 四十年华傅咬名 四十孝然太守生 这个四十岁 把他坐实了就是四十 这样倒推 出生在雍正二年 雍正五年 他才三岁就抄家了 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情怀 旧梦 扬州旧梦之类的 那敦成和敦岭 他们哥俩 是怎么知道曹雪芹 有扬州旧梦 有情怀风月这样的事情呢 那显然是听曹雪芹跟他们说的嘛 他们哥俩对曹雪芹 整个曹家的情况了解的非常之清楚 只不过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文字 记载不多而已 那以后有没有可能再发现一些新的文字资料呢 这应该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 跟敦成和敦敏写的诗 他就他们所了解的曹家的情况相对照 曹雪芹 应该是出生在康熙五十四年 十三岁了 对他过过的那种锦衣玉石的生活 记忆的非常之清楚 他跟朋友说起来 也会说得很细 那很有说服力 所以这朋友们就记住了 就这么说了 虽然是以临半找 但是这些资料都是非常之可贵的 我们把这些零零星星的资料汇总在一起 做一番三五明景别则去取的研究 大体上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 曹雪芹应该出生在康熙五十四年 是曹雍的一父子 曹府是他的叔叔 他应该称曹银为祖父 所以敦诚说其先祖 这话是对的 明义说其先人为江宁之父 先人就不仅仅是父亲 也可以指祖父 这个说法大体上也是合理的 这样曹雪芹的生族年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 这些情况 就大体上理清楚了 当然 他还有一些亲属 应该说一说 例如 他的两个姑姑 嫁得都不错啊 曹银的两个女儿啊 小女儿 嫁给一个侍卫 以后也封了王 大女儿嫁得就更好了 嫁给平俊王纳尔苏 成为平俊王妃 说起来 平俊王可是铁帽子王 跟他们曹家 这个地位还是有些悬殊的呀 虽然曹家几代人都做官 但是跟人家铁帽子王 还是没法比呀 究竟他们两家是怎么连的因 不得而知 是曹家求着上赶着 去连这个因呢 还是纳尔苏 就看中了曹银的这个大女儿呢 还是皇上止婚呢 没有更具体的资料 所以先搁在这儿 总而言之 这姑姑 这曹雪芹的这个大姑姑 可是不得了 生了四个儿子都很不错呀 尤其是大儿子福鹏 在乾隆一朝 非常受重用 入过军机 做过正白起满洲都捅 管过很多事啊 那很得宠 那么看起来呢 这家跟曹家走的还是比较近 否则曹雪芹从小 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能够有机会读书 能够积累了一肚子的学问 能够写出《红楼梦》来 如果家境很差 就是他们家超了家了 他的家长曹府还在家后 怎么有可能啊 是吧 所以曹家肯定是有父亲戚资助 看来最有可能的 就是这位曹雪芹的姑姑 福鹏他们家 平俊王家 老平俊王 后来出事了 那这平俊王妃后来也去世了 虽然福鹏还不错 福鹏死得也比较早啊 是吧 在乾隆 十三年就去世了 所以 开始的时候 看来曹家 是有父亲戚资助的 但是 你看 生了变故 旅生变故之后 他就有可能 没有人再资助他们家了 所以曹雪芹 后来 过着非常 潦倒的生活 大概就是这些原因 那么有没有可能 曹雪芹 也在实在无奈的时候 上门求告呢 再去走动一下 这些亲戚呢 是完全有可能 但是 人在 人情在 人不在 这人情可就不在了 就像 他的好朋友 敦诚在诗里边说的呀 劝君莫谈诗客夹 劝君莫寇赴儿门 残悲冷治有得色 不如诸书黄叶村 哎呀 你是有一些 父亲戚 但是 这些父亲戚 能帮你多少呢 还要看人家脸色 你一肚子的才学 你为什么不去 写你的书呢 但是这也是 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呀 所以你看 曹雪芹去世之后 敦诚写的晚诗 里边就透露出来 他的一些 愧意 那曹雪芹 这个情况就很清楚了 小的时候 受过良好的教育 家境不错 是曹福给他创造的 这个条件吗 看来不是 那曹福是 从雍正五年之后 就一直是个罪臣之身 到了雍正去世之后 才有可能受到宽勉 即使受到宽勉 他能做什么挣钱的事 他能把家道给再带好吗 都很难说 看来主要是 靠着这些父亲戚的救济 那么 旅生变故之后 我们刚才说 也就导致了后来曹雪芹的潦倒 当然曹雪芹自己呢 也没有一个近身之路 既没有去做官 又没有参加考试 博得个功名 虽然也在幼义宗学 做了一段差 这是很宝贵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差事也丢了 所以晚景凄凉 还有一个人呢 他还有个弟弟呢 支批里边提到 雪芹就有风月宝剑之书 乃其地唐村续也 这其地唐村 可惜后边就说了 今唐村已逝 唐村早就死了 比曹雪芹去世的还早 那么我们就说一说 这唐村 跟曹雪芹 是一个什么样的兄弟关系啊 看来只能是 唐兄弟关系 书伯兄弟关系 为什么呢 他是曹雍的一父子 他就不可能再有 同父同母的弟弟 有 也只可能是曹府的儿子 看来这曹府也够苦的 生了个儿子还死了 比他死的还早 比曹雪芹死的还早 这真是一个悲剧 所以我们在 八旗满洲 氏族通谱里边 统统见不到曹府以后的 这些后辈的任何消息了 就是武庆唐 曹氏宗谱 抄八旗满洲 氏族通谱 也只是抄到曹府这一带 下边就抄不下去了 当然 有一个曹天佑 那是错抄了一带 曹天佑实际上 跟曹府同辈的嘛 我们前面说过了 那么 我们这样梳理下来 还有什么 可以给曹雪芹填下去的呢 再继续填表啊 咱们下一讲 接着 难 ποι receiver 帜 Magnus 银 钦 钦